許分時間 有請這段時間交給月珠奇 早安 大家 早安 剛剛過了這個星期日 天氣很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沙灘 陽光普照 太陽發白就出現了 我想問問大家 我們平時看到我們的陽光光線 其實是否現在這一刻 不是吧 其實很有趣 其實我們大家都明白 原來我們太陽和地球的距離是最近 以恒星來說 誰知道 陽光來到地球要多久 好 嘩 好多星星小王子小公主 原來是沒有床 就是8分鐘 8分鐘就好像我們在VNI裡面 會有8分鐘的演講 是的 另外我們大家明白到 原來除了我們太陽之外 其實我們約8分鐘那麼近 另外 例如天狼星就是10萬光年 牛郎積女就是27萬光年 再遠一點的星星 可能是八萬光年以外 所以我們明白到 原來所有事情 我們很多時候 其實是要即時去做 譬如說 現在發射的陽光 就不是現在接受的 是需要一段時間之後 所以其實我們人生 其實就好像天邊一火的行星 就要從現在去開始 這一刻努力去發光 就等於在座今天 每一位來到這裡 其實就是為你們的事業 為你們的產品 為你們的專業服務 因為我相信在座每一位 這麼早起床到這裡 大家心裡都會有一夥的熱誠 就是明白到 你自己堅守的 有一個專業的服務的質素 或者你自己的行業裡面 你很希望給大家去認識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次的出席 每一次的出席 每一次的出現 還有可能在我們來到分會 你和會友的一些分享 一些交談 其實當中裡面來說 這一刻你所做的事情 不是即時會見到效果 而是之後 所以你想想 其實我們每一次的出現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也都明白到 我們其實 在我們人生裡面 事業、專業裡面 就等於我們的星際裡面 其實就有很多一程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明白到 你說要量力人生 不是有這麼容易 中間會有很多的 可能是一些的難關 所以我們很明白到 原來過程裡面 有一些開啟的倫時 一些難題 一些解決的竅門 其實很多時候 在一些小的故事 或者小的原則裡面 譬如生活小智慧 或者可能大家在不同的行業裡面 都有你的專業 是怎樣可以令到 一些事情更加可以完善得到 所以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一句話 一個眼神 一個比喻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早來到 你和會有打招呼 和來到的嘉賓 一個認識的時候 其實會明白 原來大家的分享 都會在大家的業務裡面 是有一個幫助 因為大家 這麼多位都是來自不同的 韓國業的一個專業領域 所以大家的出席 原來你會明白到 有很多行業 你都要第一次去認識 所以一個交流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這裡 我們大家互相去 付出一個貢獻 所以 最後 我送給大家 一個很有心的發光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很有心 這麼早起床 來到這裡 去為大家 去加訓 然後希望大家 都有一個良力的人生 多謝 謝謝 謝謝 謝謝